如何折纸礼品盒 精心挑选的礼物如果再配上自己制作的礼盒 真的是太赞了 来看看这款礼盒的制作方法吧 你将需要两张正方形纸 一张四分之一大小的正方形纸 第一步 先做盖子 取大的正方形纸 背面朝上 对折后打开 四个脚向内折 留下折痕 第二步 边向中线对折 在正方形折痕内部留下折痕 另一边相同 第三步 对折 左上角向下折 与中线对齐 打开 再与折痕 再折 折同样的 将左下角折叠好 第四步 将纸全部打开 沿另一条中线对折 重复之前的步骤 第五步 将纸全部打开 其中一个角对折 按照旁边的三角折痕折起来 并将上面的脚与折痕对折 塞进去 第六步 旁边的脚向下折 同样折法 依次折好每个脚 第七步 取出四分之一大的正方形指 背面朝上 对折后打开 四个脚向内折 第八步 翻面 再将四个脚向内折 继续将四个脚向内折 同时将背面的脚翻过来 第九步 将之前做好的盖的四角 插入小四边形背面的四个口袋里 第十步 将花的四个脚折起来 继续将花里面的四个小脚折起来 盖子就完成了 第十一步 再做盖子笔 取大的正方形指 背面朝上 边对折后打开 第十二步 四个脚向内折 再将脚向外与边对齐对折 留折痕 并将边与折痕对折 第十三步 第十三步 四边向内折 打开两个对角 使两边与地面垂直 两个脚沿折痕折起来 使边与地面垂直 形成一个底 第十四步 将盖子盖上就完成了 你知道吗 送男朋友T恤刀的含义是代表 他在你心中是最优秀的成熟男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